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我們來到三國殺 你看這場很短的一場戰鬥 一個圈都沒有轉完 這場就完成了 這個2v2 開箱了 選賬方面 我就想法政 鄧艾 這是其中一個選擇 另外一個選擇就是我今場用這個 小喬再加一隻賣血 包括這個 雙肉或者國家 當然國家的賣血能力強很多 通常呢 通常呢 國家 國家做這個 2v2 都會面對一個問題 就是人們不會鬥他 所以小喬或者其他賣血獎也好 壞了壞壞地 壞壞地 手機app壞壞地 小喬 小喬 國家 通常呢 就不敢 不敢去搞國家 所以小喬的用途就是等他們打落的時候 那我就可以 彈給國家 那用法有點 好像國戰小喬會彈周泰這樣 這樣吧 那這下鯉魚呢 這下鯉魚呢 鎖了這麼多個 其實這下是超級錯的 他應該只是鎖 如果他真的 其實他不應該鎖我們任何一個 正常來說應該 只是解鎖 那不然呢 他一放大的話 他一放大的話 司馬爾扔牌 司馬爾可以扔牌 那國家吃兩血 那國家吃兩血 那國家吃兩血死不去 那然後呢 然後呢 就燒下來 就到小喬吃兩血 那我一定能彈到一個 那我就會彈給司馬爾餓 啊 鯉魚 那然後 因為連在一起 那所以司馬爾和鯉魚他們呢 都會燒完一份 就是最少一個就死了 除非你有兩肚或以上 那這下呢 就想一下彈誰 那這下就彈國家 因為我看到他有肚 國家手牌有肚 所以就算他一張真的開大了 我也不怕 那國家也懂得配合 那就給我了 那這裏司馬爾扔牌 那這裏司馬爾扔牌 國家這裏吃兩血 四牌 那就給我了 很正常 那這裏呢 就不知不解 是司馬爾那邊消戰 那不要緊的 那總之他們就沒有了四血 我左彈到司馬爾 他們又沒有了兩血 對 那司馬爾這樣就收到攻 那這個位置呢 因為我仍是受焚城影響 即焚城還沒有轉到我 所以我再燒自己 對 我不丟牌 我燒自己 再彈過去 但他有走友圖 很屈 那這裏下著 但其實沒所謂 因為他有這個 沒有鞋 那唯一呢 我覺得值得要說的就是 我剛剛如果彈的話 不應該用一小來彈 以防卡殺 一會兒 斷殺 不好意思 那這個位置就兇了 那基本上就收工了 那國家這裏就 對 做一點點多的東西 那其實沒什麼意思了 那這裏我們已經完成了 那主要就是這樣 那這場就是一個很精彩的 這個我就是不斷在亂彈的 不是亂彈 是我有 這個彈得很正常 還有怎樣配合到這個 賣血 2V2的組隊裡面 通常都是 因為我們知道對方選什麼 是嗎 好像是 那我可以配合到 通常看到賣血獎 對打法都是 假設好像對面 斯文二鯉魚一樣 通常他們都是先打了鯉魚 先打了鯉魚 斯文二到最後 這樣 就是先殺鯉魚 因為鯉魚是一些進攻型的角色 那就沒有賣血的成分 那我們先借他 同理我們這個國家 好幸好有小蝦 那就可以 給這個國家買血 就是這樣 那這場就 這場有什麼重點 重點就是很好笑地 這個鯉魚放大 又自殺 就是這樣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大家拜拜